大家好,我是小溪,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我为大家带来更多旅游资讯和奇闻意识 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没有沐浴露洗洒水 家家户户都用一块肥皂洗头洗澡 包括现在也还有人喜欢用肥皂洗手或者洗脸 可以去污去油,还有杀菌的作用 但是肥皂不大好保存 又加上使用频率很高 每天都要用一块肥皂很快就用完 如果不小心泡在水里,还没怎么用就化了 有位国外小哥脑洞大开 成功克服了肥皂短命的先天不足 他发明了这块肥皂使用寿命长达五年 而且还不需要担心被水泡烂的问题 很神奇的是,使用说明中有一项明确规定 肥皂要有一部分放在水里才可以正常使用 这块肥皂叫不锈钢肥皂 如你所见,外表是不锈钢材质 它的最大作用就是去味 假如我们今天的晚餐是红烧鱼 要剥蒜,要处理洋葱,要清理鱼 处理完这些食材 手上会残留鱼腥味,大蒜味,各种难闻的味道 用普通肥皂根本是清洗不掉的 用这一款不锈钢肥皂就能轻松解决 真的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感谢这位大脑洞的国外小哥造福了人类 其实这个不锈钢肥皂的点子也不是突发奇想来的 而是来源于生活 原来这名国外小哥是不锈钢厂的工程师 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沾满油污的双手 跟不锈钢零件一起清洗 手上难闻的异味竟然消失了 原来不锈钢合金与空气以及水分子 同时接触时会产生出谋作用 将异味的分子结构分解 还原成无味的状态达到去味的效果 于是能去味的不锈钢肥皂应孕而生了 厂家提供的官方数据表示 不锈钢肥皂在冷水中搓洗30秒 80%的异味可以去除 如果手上沾有油味 3分钟左右可以降低75% 9分钟可以降低90% 一块小小的不锈钢肥皂 除了能去味还能分解甲醛 不过这匹黑马可不是万能选手 除了分解甲醛和去味外 几乎没有去味的作用 小姐姐要是想用它洗脸就不可以啦 持着一提的是 不锈钢肥皂使用过程还很讲究 需要一半投入水中 一半暴露在空气中 第一次用的时候要等待5到6小时才能正常使用 自从这一款不锈钢肥皂问世后 挺受年轻人的喜爱 网友们还创造出很多种别出新材的用途 比如包一块湿毛巾 放冰箱去运异味 或者放在宠物窝里去味 还有人用来去体味脚臭 据说功效也还不错 这一块肥皂的原产地在德国 如今在我们国内也能买到 屏幕前的你用过这种肥皂吗 如果没有 可以用家里的不锈钢勺子替代哦 据说也能起到很神奇的效果 期待你们的体验结果呀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想要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西西历险记 本视频元素原有网络 由西西历险记剪辑制作